在佛陀的本意本來是以男的比丘為重 比丘尼赤之 但是這個時代不同 這個時代已經是擬男平等 不是男女平等 所以時代改變 所以現在在台灣的佛教 在中國本土的佛教 在中國領土的佛教 比丘跟比丘尼是並重 那麼維持了這個當初佛陀的戒律的四分力 所有的栗藏都是以比丘為重 比丘尼赤之 你看看現在的 西藏的喇嘛全部是出家的男眾 很少有女眾 你看小聖佛教 在泰國東南亞的小聖佛教 出家的全部是比丘 比丘尼就很少被重視 因為他們守的是佛教 當初教團的戒律 那麼今天呢 時代不同在中國 在台灣 就比丘跟比丘尼 差不多是平等 但事實上在佛教的身團裡面 是比丘為重 比丘尼赤之 所以有一條戒律 九十歲的比丘尼 九十歲的比丘尼 看到男眾的沙迷尼 就是男眾的沙迷 剛出家的沙迷 還不是和尚 也不是比丘 只是沙迷而已 多要頂禮 所以這個是佛制的 所謂六境法 佛陀當初制定的六境法 那麼我們呢 征佛中呢 我個人主張 女男平等 也就是男女平等 不管你男平等 男女平等 總之啊 就是平等平等 不管你是男眾出家 女眾吃家 都是平等 但是照顧 我能夠 知不知道